大家好,我是敏敏,好久没有更新了,赶紧奉上新一期的《无耻之徒》第一季的第五六集 还记得上一期讲到哪儿了吗? 大壮无意中说了句自己要结婚,然后被大家逼婚,可事实上是她早已结过婚了 大眼没知道后说服黑妞不结婚也挺好,可黑妞妈不干了 说黑妞的老爹去世前给女儿留了一笔买房子的钱 具体多少不知道,留医主说要在女儿婚礼上打开当结婚礼物 黑妞见钱眼开,提了心要结婚,得到父亲遗留的那笔钱 大壮流汗,无奈告诉黑妞自己结过婚了 但妻子脑子又病,已经分居多年 这事儿放在我们这儿,女的还不闹翻天呢 可人家黑妞就超级淡定 大眼没出主意,可以假结婚呢? 结婚证PS一个,牧师请个群众演员 只要糊弄过去黑妞妈拿到那笔钱就可以 黑妞乐得差点从楼上跳下来 再说说老爹,老爹体检时 被查出不可描述的部位疑似得了肿瘤 要做切片检查,开始是个年轻少妇为她服务 老爹正如痴如醉时 幸好结果出来是良性的 老爹对医生千恩万谢 老三工作超市的老板娘要出门两天 老三和既有店老板按字切喜 俩同志就可以安心地那个啥了 晚上他去了店老板的家 可伊斯兰风格的装修和屋里洋山味 让他感觉像那羊圈一样 实在受不了,逃了出来 正当大家热火朝天地准备黑妞婚礼时 黑妞的暴力狂哥哥越狱了 他把自己反锁在屋里 哭着喊着要参加他们的婚礼 不然就烧房子 黑妞坐在门口回忆起兄妹情感动了哥哥开门 哥哥妹妹抱在一起,然后…… 他们把黑妞哥哥锁在了马桶上 再然后他们在酒吧安心且开心地举行了婚礼 各种happy后 黑妞妈妈拿出了那份神圣的礼物 黑妞打开看到老爸只给自己留了500块 大众却丝毫不介意 这对白家黑是真爱呀 而此时,老二和小美在厕所里天雷地火 争夺了马桶的黑哥也在厕所里企图用卫生纸纵火 当然,看他的德性也不会成功的 这一家人除了老妖小黑球 还有一个弟弟没有提过 那就是老五 这孩子别看长得挺乖 其实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比如给布娃娃上电行 把鲸鱼放在微波炉 反正这一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上游的灯 老五在学校就更别提了 唯一的乐趣就是做同学 学校让他叫家长 可老爹说讨厌老师 且老五没错,死活不去 学校说如果不和老五的监护人面谈 就要开除老五 再交给社会福利部门 大眼妹头疼坏了 什么事都大不过 保证这一家人在一起来得重要 可老妈早跑了十万八千里 此时的老爹也被两个债主追得满街跑 她逃到胖婶家院子被小美发现 小美趁机敲诈 让她代替美爸参加自己的家长会 原来小美的妈妈仍旧走不出房门 小美又恨自己老爸 就想让老爹参加家长会 老爹无奈只得同意 老三工作的超市 总有一些人拿了东西不给钱 比如曾经打过老二的大米 也就是老三名义女友的哥哥 大米的爸曾经去超市就不给钱 爹老板索要时被暴揍了一顿 所以大米这个土匪爹老板不敢惹 老三看不惯让爹老板不能这样下去 可爹老板实在太懦弱了 只是让他悄悄把货补上 别让暴躁的妻子发泄了 但老板娘可没那么好忽悠 他发现后大发雷霆 关了店门叫丈夫开枪 可瞧把他给怂的 老三拿过枪 精准的设计把夫妻俩给折服了 老五的家长会上 大眼妹和老二老四去参加 可老师们一看是哥哥姐姐过来 根本不放在眼里 义父要为民除害开除老五的样子 男友小开赶道一根烟贿赂了主任 一切白皮 大眼妹一颗心落到了肚子里 出了门却看到老爹 西装革里头过来参加小美的家长会 大眼妹冷笑地流出了眼泪 老二给别人写论文当枪手挣钱 渐渐形成了气候 但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在替一个黑大胖考试时 被老师查了出来 老二被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单独监考 满分的试卷 让教授把老二看作天才 七才的教授放了他一马 但替黑大胖考试的成绩作废了 黑大胖单独考试只得了六分 他气呼呼地找到了老二的家 胖揍一顿不说 还把他头朝下挂在了窗户外 全家人手足无措时 热血少年老五拿着球棒过来 黑大胖认怂 但老五怎么会容许别人这么对待老哥 老五被大家众心捧月地架了起来 这部剧就是这样 如果你想看一部三观正 节操高的美剧 那你就来错地方了 这里没有中正的爱情 没有幸福的生活 没有感人的亲情 有的只有没下线的无耻 虽然无耻 但那是个家 有家就会有温暖 有笑声 有依靠 好了 这期就到这里吧 喜欢的给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